全异问答 生活中的问题 烦恼 奇怪的梦境 风水 均可再次得到回答 请收听 卢君洪台长的全异问答节目 卢君洪台长 保护堂去 大被子我就宰了 最近多留几张小房子 等到正月十五烧 那时候算我是送给 送给我自己的腰镜者 还是送给打破孩子呢 你就是送给自己腰镜者就可以了 那我孩子 我孩子我现在是很懂事 就是好多了 就是我也去问 你给你的孩子也可以烧 因为正月十五烧小房子的话 特别零 对 孩子念那个 就是要 也太比较近的 你们都不知道 实际上 节气 就是天上不同的菩萨和天上的天官 和地府的官 不断的到人间来的时间 听得懂吗 所以他们来的时候 你如果多烧小房子的话 那这个效果跟平时烧又不一样了 明白吗 明白明白 所以初一十五为什么这么重要 就这个道理啊 嗯嗯嗯嗯 明白明白